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美国不要说是一直抓着紧抓着菲律宾还有一个台湾啊民进党执政之下的台湾处处配合美方吗而且现在合作你说军事方面的合作不是只有跟你美国买武器还要加强这个军事的演习吗路透社就有一篇报道说美台的海军在四月份已经悄悄的举行太平洋演习定调为海上巧遇 然后它里面的报道内容有说有护卫舰补给舰支援的船只美台双方一共大约六艘然后在这里呢看到说有练习通讯加油补给等基本的运作这个叫海上巧遇而美国国防部拒绝对此做更多的评论我先请教一下委员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就有特别规定不能跟台湾有任何直接军事上的合作那演习当然是军事上的合作 这个是中美建交的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美国呢为了回避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他如果跟台湾军方的接触啊 就会找这种擦边球来打比如海上巧遇 比如说我们的军队送到美国去这个所谓训练的时候 就不能到美军的基地而到他们的国民防卫队的基地去 对啊由国民防卫队那其实也是美军的教官 来教导台湾的一些军队的一些据说比较现代化的战斗技能 这个他们就一直在在做这样的准备啊比如说我们买美国F-16V啊等等 我们很多飞行要训练 我们就到美国的空军地地去训练 但是我们是以这个学员的身份啊 不是以军人的身份 反正就是有这些法律上的巧妙操作 那如果中国大陆有抗议的话 他们说那那个那个那个不是正式的 那个是海上刚好碰到的 这是一直有一个这种习惯 那中国大陆的心知肚明啊 大概好好好你就面子上给我好看就好了 他也懒得关你啦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 训练解放军能够应付美军比较实际 他应付台军干嘛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是吗 对不对你本来实力就很强了 对不对台军就打不过你啦 而且我讲的难听一点 现代台湾年轻一代的军人 不能跟立将军那个时代比 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为国为民 我要奋力去当军人 为国家奋斗 现在有吗 现在军队招人就招不到了 而且更可恶一点 民进党人从来不当兵 你看嘛 他们用喊的啦 从来不当兵啊 然后不当兵人可以当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讲到这个就想到九万了 对嘛现在已经十五万了 十五万了 你太低估了 现在已经到了十五万的位阶 副部长的位阶了 那我要特别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导师不必去特别介意啦 因为大陆不介意 我们介意干什么 没什么太大 那你说因为这样就很有战力吗 你也不卖我们好一点的船 立将军心里比我还苦 卖那个什么船吧 对不对 那个要么就前段时间还要卖我们 滨海作战舰 我听了就晕倒 是 那个花钱养那种少爷舰艇 那怎么办 花了钱然后不好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残酷的现实 只是这个消息还透露 这演习涉及了多个军事资产 官方没有公布这演习 定调为计划外的海上相遇 他说里面访问了四个消息人士 就其中有第二个消息人士就说 就像我在这家餐厅吃饭 你刚好也来这 然后我就像我跟某个人共用一张桌子 这个就叫做巧遇 台美两军演练水下搜寻目标等各种战术演习 这是那第三个消息人士说的 立将军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演习 有 我跟你讲 我们跟美军演习经常都是利用机会 各位记不记得八八水灾的时候 那时候美军也来跟我们做配合演习 什么演习啊 他用他一艘两栖登陆舰 然后用他的直升机挂掉挂一架 以这个协助台湾救灾为名义 支援台湾一架挖土机 然后用军舰两栖攻击舰开到台湾的外海 然后用直升机把那家这个推土机调到台湾来 然后再回去 这么大的阵仗 我们台湾八八水灾那么大的水灾 结果只送来一条推土机 用了一条大军舰送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演练 战时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跟他海军构成通联 对不对 他现在可以调一部挖土机 他将来如果作战的时候 就可以调战略物资 包括飞弹或什么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送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怎么样掩护这艘军舰 不要被击沉 这就是一种演练 其实就像这个蔡伟源刚刚所讲的 其实中美两军来讲的话 我们这方面很多 那我特别要说要在海上巧遇 巧遇什么 因为我们作战的时候 我们港口大部分都在西部 大概在第一级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人家对我们海上布雷 或者是攻击 我们海军可能连出港都出不了港 所以在开战之前 我们海军船就要赶快出去 到东太平洋去 到那边我们叫做苏伯区 在那边保存战力 保存海军舰艇的战力 以便如果说是在最后 这个双方来讲决战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 在台湾海峡跟这个共军的 这个登陆舰艇来实施决战 那时候战略构想是这样 但在海上你现在要运捕 对不对 你还是要有奶妈 要加油 要加水 加蛋 做这些动作 这个官兵还是要吃饭 所以说巧遇 这巧遇是什么 就巧遇奶妈 对不对 巧遇美国的大奶妈来了 对不对 给我们海军舰艇做一些补给 做一些加油 来喂奶了 做这些动作 然后顺便也看看 附近有没有这个中共的 零三九潜舰 有没有在海底下 准备对我们的 这个运武船团做攻击 我觉得是在演练这些项目了 那当然 也结合他所讲的 演练的项目 包括加油啊 补给 大概就是做这方面的演练 这个是美军的目的 也是我们台湾来讲 跟美国配合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就难怪 就是明明看起来说 这只是巧遇 但是大陆谁信啊 外交部的发言人 当然在今天也第一时间 就回呛 不要说是回呛 这个呢 是违反这个 这个三公报之外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警告民进党政府 不要只会想到 以美谋独啊 可是来 这个上至 现在赖清德即将要就任了 之前就在讲说 他那个演说稿里面 好像要说 对 大陆要释出善意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 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但是呢 我们倒是看到 律伟林俊宪 已经谈到两岸关系 跟赖清德就职演说 然后他就说 这个到时候应该会有 所谓的善意的部分 那林俊宪这样的一个透露 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 在这个时候 哇 真的赖清德一上任了之后 就要所谓的地 橄榄枝呢 我想对于520的 这个讲稿 他最后会怎么演说 来讲这个两岸关系 这里头当然会谈 里里如噜的一大堆 但大家全世界都很关注的 应该就只是 特别是在于两岸关系 我想就目前整体的迹象 各方面我们所看到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的地方 第一个部分是 刚刚讲 林俊宪是最新的一个说法 在受访的时候 特别针对于两岸关系 这一点就表达了说 两岸需要重启沟通 过于过去 对于林俊宪来讲 在两岸比较紧张关系来讲 包括在金门 冲突的时候 林俊宪也是放狠话的人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态度有一个大的修正 而且主要是林俊宪 是作为赖清德的子弟兵 这件事情 这个角色 我想他不可能 在这个地方有所乱讲 其实再看一下 就最近包括郑文燦 的部分的状态 已经我特别关注的是 前阵子去商总的时候 赖清德受邀去商总 郑文燦在 那么在当时在介绍到 郑文燦的时候 我觉得赖清德自己 那个态度有点意思 目前我今天看起来 大概最特别的应该是 其他的都是边边角角 旁边人的说法 大家去揣测赖清德的态度 以及赖清德520的 讲稿内容当中会有什么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看赖清德自己吧 我觉得以上星期 到商总的时候 赖清德在当场 因为郑文燦也去了 所以他当场也就很轻松 的介绍了郑文燦 说他是海基会 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燦就这样 然后赖清德就接下来 就继续就讲说 针对这个郑文燦的 郑文燦的这个当董事长 他很多解读说 是这方面当中 是要有更多的善意 他虽然没有把主词 两岸这个字说出来 或登了或他自己 但这个然后他就哈哈笑 然后赖清德自己 然后底下大概 双总笑成一团 要知道双总这个场合里头 一方面是左右台湾者 工商业界最多 而且这里头很多人 其实都投资中国大陆 台商的比例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样是我看到所有 在所谓的各式各样 说赖清德520 那么或者是接下来赖清德的 执政在两岸方面 是不是相调来说 真的会有开放的倾向 在那么多周边破破碎碎的揣测 包括临近线之外 我个人看到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应该是我刚刚描述的 双总的这一场的 这个部分赖清德自己的说法 跟赖清德自己的肢体语言 各种种种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现在看起来讲 确实应该两岸的部分 那么尤其中国大陆 在傅坤齐去之后 已经把很多东西 框架性的东西 通航小三通的 包括航运的部分 大概就等了中国大陆回应了 那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 就确实是 包括现在的郑文灿 包括陈建仁来讲 看起来不只是没有动作 也没有具体的回应 连说法都不回应 比如通航这件事情 看起来应该这些东西 就留给新政府来处理 那我们看到如果说 你是一个负面性的东西 大概你可能 后面要延续负面的 你大概由旧政府来 做黑脸来打赛 那你就来会有效延续 所以看起来旧政府的部分 现在就完全就停聚在两岸当中 所有的决策了 连我看到包括在陆委会 最近当中 过去有很多说三道四的东西 跟过往比起来也都淡很多 好像比较都温和 都温和很多 所以很明显 现在看起来就是 接下来应该就陆委会 还有包括海基会等身 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包括民航回应中国大陆的部分 应该520之后 包括520当天的讲稿 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好 不过520的这个就职 我请教一下蔡委员 要不要去 这件事情今天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比方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去 然后郑文燦就对朱立伦提告 妨碍民意次数案的诉状 那是之前的事 然后郑文燦现在却说 如果朱立伦参加 那就愿意撤告 然后民进党立员党团 盖事长吴思尧还说 赖清德都愿意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立法院各党团委员 也应该要来参加就职典礼啊 现在是怎样 是怕没人来了 人太少冷冷清清了吗 蔡委员 我问第一个问题 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是不是国家的法定庆典 不是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总统就职典礼 是国家的法定庆典 那竟然不是国家的法定庆典 那说难听一点 不过是赖清德个人跟民进党 胜利的流水席嘛 跟国家有什么关系 不要老是讲什么 国家立大政党立 那个叫鬼扯 如果是的话早就立法了 不是吗 只跟政党有关系 你是帮赖清德呼喊他当选 祝贺他胜利 不是吗 所以有人拿什么国家立大政党立 那个叫情绪勒手 我说这种话如果是立营的人讲的 那个叫做什么 赢了赌局又说干话 不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蓝营的人讲的话 那叫做笨的跟猪没有两样 蓝营的人 如果是在立营的棍棒底下屈服的时候 就会讲这种大道理 但是立营执政就时时刻刻 用政党在践踏国家的时候 蓝营的人连咕隆两声而已 什么都不敢做 那当前一段时间 没几天吧 赖清德这帮人还在指责说 蓝营的人奔走两岸 争取和平的时候 他说是中共同路人 还有更难听的话 那请问你 那现在蓝营的人去祝贺那个 骂你中共同路的人 你不就是在卖国求融吗 没有必要一个解释 我们讲一个更难听一点的话 二两公元两千年 那个陈水扁希望蓝营的人 有人去参加他的旧职大典 他还跑到立法院去找立法院院长 亲自到立法院去 去拜会国民党立院党团 有空的话麻烦你来一下 身段很柔软 对 那请问你一下 现在赖清德姿态这么高 你们是在舔他的臭屁股是不是 蓝营的人去干什么 那不过 我也不反对蓝营的人 有人想去就去吧 因为反正赖清德幕后而冠 你就当作去看一场猴戏 不要以为是看那什么国家伟大的庆典 那如果你没有空的话 那你就不必去 何必去臭热道 让人家看清你 你以为那绿营的看你来 会什么呀 会尊重你 心里面一定想说 你看嘛 说你还不是来朝拜我 这个意思吗 就反而会被看清了 本来被看清了嘛 那还不如不去啊 2008年马云九当选的是绿营谁来 没有人来 记不记得 2012年的时候 马云九又当选了 蔡英文来了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是 那什么 那那时候你怎么不讲一个 叫个民进党讲 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 民进党会告诉 你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吧 不是吗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蓝营的人 有这么多人需要绿营的选票 这么想要舔蓝营 就是丢脸献脸 一点骨气都没有 还讲什么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 这又不是国家的庆典 乱参加人家的流水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